独刺继任者NGSRI 美军30年来最激进的单兵防空革命 暴打苏联战机狂锤遏制苏三次的独刺 也有了替代者 雷神公司宣布完成了NGSRI的十项子系统测试 相比较现在的独刺 NGSRI的性能大幅提升 锁定能力提高了三倍 射程提升了两倍 在沙尘暴中也能精准识别 五公里外拇指大小的无人机 那么问题来了 独刺的成绩那么好 为什么美军要淘汰独刺 实际作战时 NGSRI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独刺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 美军制式单兵防空导弹 外销30多个国家 其最知名的战绩 就是在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期间 阿富汗游击队发射了340枚独刺 命中目标269个 命中率达到了79% 沃战争爆发后 乌军使用北约援助的毒刺 击落了大量俄军直升机与战机 包括苏34 使得俄军无法使用 无制导滑翔炸弹 攻击乌军地面部队 但即使如此 美军还是要淘汰毒刺 火力军也承认毒刺的确很强 但是它太老了 毒刺的颜值可以追溯到1967年 当时美国陆军需要一款 新型便携式防空导弹 来替代FM-43红眼睛 最初的时候 产品被命名为红眼睛2 但最终还是改为FM-921毒刺 1981年服役 美军曾向阿富汗反速武装 提供了大量的FM-921 服役没多久 毒刺就迎来了升级 1983年改进导引头的FM-92B开始生产 FM-92C则是使用可编程微处理器 可以通过修改软件提升导弹的性能 FM-92D就是如此 抗干扰能力大幅提升 目前比较普及的毒刺 则是1992年开始研发的FM-921 也就是毒刺RMP Block E 通过增加滚动感应器 升级追踪软件等方式 对付小型目标 进一步的软件升级型 则是FM-92F 也是目前毒刺主要的升级量产型 1996年至2002年期间 陆军出资开发毒刺RMP Block II 射程增加到8公里 使用红外胶平面导引头 只是项目出现的重大延误 最终被取消了 为了保证毒刺的性能 从2014年开始 美军就对现有的毒刺RMP Block E 进行严手翻修计划 从而让毒刺再战十年 翻修的型号为FM-92G 增加进诈引信 可以对付热信号较小的无人机 可以说当前服役的毒刺导弹 仍然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设计 略减老旧 并且在2020年12月 美军就有消息称 毒刺的可编程微处理器 将在2023年到期 也就是说当前的毒刺导弹 已经无法通过升级软件 来提升性能了 毒刺之前的延售项目已经完成 翻新数量大约为5892枚 但问题是 这个数字依旧不够 随着正常的训练测试和评估需要 美军的毒刺导弹数量 正在一点点减少 并且 原无毒刺标枪 在一定程度上 也消耗了美军的导弹库存 2022年 五角大陆就表示 毒刺导弹库存告急 虽然美国国会拨款了35亿美元 从而填补导弹库存 但随着物额战争持续 库存里的导弹 依旧不高 此外 战场上日军击落200架无人机的现实 也暴露了现有短程防空导弹 在对付无人机时的断板 美国陆军采办局局长 道格拉斯布什甚至表示 翻新旧导弹 就像给诺基亚装5G芯片 我们必须彻底换弹 于是 在2022年3月 美国陆军就开展了下一代 短程拦截弹项目 开发一种新型导弹 来取代毒刺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想要取代毒刺 新防空导弹 需要有什么性能呢 对于下一代短程拦截弹 美国陆军并没有公布很详细的信息 仅表示该导弹需要具备击落旋翼级 固定一飞机 以及两至三级无人机的能力 前两者属于老对手了 火力军就不再多说了 重点还是无人机 美军根据重量飞行高度 飞行速度等参数 从低到高分为五个等级 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等级属于小型无人机范畴 总体重量小于600公斤 飞行高度低于5490米 飞行速度低于每小时463公里 并且NGSRI还要有进炸引进 以及更好的目标获取能力 与毒刺相比射程和杀伤能力都要提升 就目前来看 NGSRI的提升主要在弹头寻标器 推进火箭与瞄准这四个项目上 从而达到性能比毒刺更强 威力更大的目的 寻标器和瞄准系统 也能让射手在低曝光率的情况下 清楚识别目标 对于美军而言这点并不难 早在20年前 美国就已经对毒刺RMP Block II 进行了测试 换装红外焦平面导引头 加扩大弹体 射程达到了8公里 在过去十年里 多摩导引头的小型化 导弹头技术和固体火箭技术的进步很大 如果能将其一结合起来 研制一种新的防空导弹 完全可以保证 在体积与毒刺相同的情况下 达到更好的性能 结合网络能力 还可以将导弹和其他传感器连接起来 通过外部传感器 实现目标获取和指示 从而更加灵活的打击对方 接下来我们挨个聊 首先就是导弹的导引头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在此之前 独自这类单兵防空导弹的目标 一般都是直升机与低空飞行的战机 成功率很高 对于直升机来说 由于需要在低空超低空飞行 正好位于便携式导弹的有效射高之内 加上导弹射程短 发射距离近 留给直升机的反应时间极其优先 所以导弹的成功率很高 并且固定翼战机与悬翼直升机 具备明显的热信号 导引头不需要很先进 就能够发现 但是无人机出现之后 情况就大大不一样了 热信号很小 防空导弹需要更先进的导引头 瞄准系统也是如此 无人机太小 导弹发现后 无法追踪锁定就没用了 发动机的提升 则可以使导弹以更高的效率 摧毁来袭目标 弹头的提升 则是多目标打击能力 如果像现在这样 一枚独次对付一架无人机 并不是狠赚 一打多 那才是王道 在弹地设计上 NGSRI可以兼容现有的独次车载 通用发射器 这也就意味着 它可以直接用于现役的复仇者 和机动短程防空系统 二的可以直接无统升级 目前NGSRI项目 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 雷神公司已经完成 NGSRI的十项子系统测试 今年就能进行首次飞行测试 雷神对NGSRI项目的子系统测试 完美符合上面说的导弹性能 在导引头方面 雷神测试了更先进的导引头组件 无论是在实验室 还是在室外环境 都展示了远超独次的探测能力 在复杂电磁环境当中 新型导引头的锁定距离 更是提升了三倍 拦截无人机 那是轻轻松松啊 测试的升级版火箭发动机 将NGSRI的拦截半径 扩展至独次的二倍 更远的射程 也就意味着更高的防御效率 雷神的智能指挥系统 使得NGSRI 可以在更远距离上 识别空中目标 即使在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 按照雷神的测试 在沙尘暴中 也能精准识别五公里外 拇指大小的无人机 在八场进行的弹头测试 则证实了该导弹 对各种空中威胁的打击能力 重点是 可以一打多 NGSRI的多模战斗部 实现了对风群目标的 一发双杀 其六次测试 属于导弹关键功能 包括跟踪 制导 空气动力学控制 隐信和安全 下一步就是士兵接触点演练 也就是通过挑选的士兵 进行实际操作和使用 并将其意见反馈给研发团队 飞行测试演习计划 也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进行 就雷神公司公布的性能来看 NGSRI的性能已经可以满足美国陆军的需求 不过这并不代表着雷神稳赢 毕竟还有洛马呢 在研制武器上 美国最大特点就是竞争 这次也是如此 雷神与洛马都参与了NGSRI项目 双方的竞标时间更是长达五年 美国陆军将这五年时间分成两个阶段 在最初的两年里 两家公司都要研制新导弹 并制造出少量原型弹 进行飞行测试 如果这两款导弹都表现良好 那么就进入第二阶段 雷神与洛马需要根据美国陆军的要求 在几个关键领域调整他们制造的导弹 并建造出新的原型弹 决定谁才是最终的胜者 最终进入量产阶段 当然了 如果在第一阶段 双方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别 第二阶段就不用比了 直接决定最好的那一款 成为最终胜者 在之后的三年里 美国陆军只与一个供应商合作 不过按照美国陆军的话来讲 我们希望尽可能保持长时间的竞争 这点的确没错 一定程度上来说 只有竞争才能保证导弹的性能 如果没有竞争 谁也无法保证N7SRI最终的价格 由于没有竞争 导致采购价格上涨的事 已经实在是太多了 结果就是 在2024年至2025年 雷神与洛马展开了 生死倾诉 两款原型弹 需在模拟无人机翼风群攻击中 证明实力 上出者将获得23亿美元订单 就近战来说 落马其实是更快的 已经进行了 士兵接触点演练 并收到了积极的反馈 正在为今年的飞行测试做准备 而雷神是最近才完成了 子系统的测试 总的来说 当廉价的无人机成为战场主角 防空规则必须重建 NGSI项目的诞生 也就意味着美军防空战略的质变 从防范直升机为主的点防域 转变成应对无人机的面杀伤 并且气模画化的设计 还允许战时快速升级软件 就像电脑上的杀毒软件 可以实时更新 以应对新的威胁 顺带一提 在防空领域 美军也有其他的升级和改进 准确的来说 毒刺的升级属于机动短程防空增量3 为了加强防空力量 美军推出了机动短程的防空增量1 以8×8史翠克轮式装甲车为基础 配备四连装的毒刺 双连装的长弓地狱火 以及M230型30毫米机炮 增量2则是加装激光或者微波武器 也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 定向能机动短程防空系统 同样基于史翠克轮式装甲车 配备50千瓦级的激光武器 替代方案则是一种高功率的微波武器 增量3就是将毒刺换掉 更换性能更强的防空导弹 2024年5月 美国陆军还发布了机动短程防空增量4 目的就是为下车作战部队提供防空能力 解决方法就是打造一种便捷式防空系统 可以集成到联合轻型战术车辆 或机器人车辆等平台 美国陆军想在2027年至2028年就投入使用 不过就当前的情况来看 增量4的升级恐怕就要到2035年之后了 总的来说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空中威胁 拦截敌方无人机遇寻飞弹 美国陆军正在对现有防空能力进行升级 从机动短程防空增量1的改进 到增量2中定向能技术的进步 再到增量3加入下一代短程拦截弹 都将增强美国陆军的防空能力 增量4则是保证美军徒步作战能力 为未来各种作战场景做准备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结束了 各位觉得 想要取代独自 美军下一代拦截器 还需要增强哪方面的性能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